沒有平等套選 沒有平等套選 哪有勞工權益 哪有勞工權益 沒有工會團結 哪有工會團結 哪有工人力量 五一勞動節 我們是社會民主連線 今天呢 五一勞動節 來到政府總部 有一個就勞工權益 一個簡單的請願 老實來講 不知道政府官員最近忙著什麼 我們見到近年的勞工權益 是停滯不前 最低工資 凍薪四年 輕了二十年的強積金對沖 現在在立法會 就被商界議員 是拉布阻撓 那 下個星期可能才是大家 或者都未必很關心 一個1500人選舉 我不知道李家超最近又在 見任哪個選委 但是我拜讀他的 政綱之後呢 就雖然他在選舉前9天 就發佈政綱了 但是我都很用心去看的 發佈他裏面勞工政策呢 是沒有什麼具體的 重大的改革 打算推行 中間呢只是提到 叫改善外配供待遇 或者是修訂一個職刊業條例 就是講起就打幾個火 政府見不見到在公屋的食人垃圾槽呢 想問 三年來 sorry 是十一年來 是奪走了三條人命 而最新一單呢 那間清潔公司 只是需要判罰兩萬元 一條人命只是值兩萬元 那究竟在他眼中 見不見到這些 抗疫的英雄 他們究竟在前線那裏 是受到怎樣的待遇呢 政府官員 房署 勞工署 是有沒有責任呢 我們看不到他 有些勇承擔 那 林鄭月娥最近都消失了 很少出來說話了 而李家超都不會有空見 我們這些小市民 那 但無可奈何地 我們都是會 繼續堅持來請願 你明白嗎 可能呢 李家超裡面眼中 只是看到 選委過一千五百人 但 我們請問年 甚至我們香港社會關心的是 在前線的公有它的待遇 疫情的案例呢 就要動態清零 工商為什麼不可以清零呢 李家超有本事呢 就做出一個工商清零的社會給我看 到時候呢 我就叫多些親戚朋友呢 一起過年去支持一下他 去大丹府搭謝他 好 那我現在交給我的 另一個食員去讀一讀 今天我們行動的聲明 老實說 勞工權一個訴求 怎麼只這麼少呢 但是我們都希望 盡量為工人發聲 好 那 現在交給我 就讀一讀我們今天的聲明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是世界各地勞動者的大日子 打工子女 在今天透過各種方式 了達訴求 爭取勞工權益 並且彰顯勞動者的尊嚴 以及團結抗爭的精神 可惜的是 礙於防疫政策 和對公民社會的高壓控制 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三年 沒有任何團體舉行五一遊行 過往主辦單位之一的職工民 早前也都宣佈解散 疫情肆虐以來 香港百業蕭條 大政府就選擇救市多個救人 防疫抗疫支援 清邪企業 如今打工子女 再缺乏發聲渠道 冒異是多一層莫常 早前統計處公佈香港最新失業率 是5% 加上3.1%的就業不足率 目前數據上有超過30萬人 只是面對就業困境 房內好像跟去年高峰的40日 1萬人相比 仍然存在一段距離 但是 當政府推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之後 計劃申請人數已經高達47萬 遠超統計處的數據 雖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自許花費 超過6000億抗疫 但是市民實際面對的困境 遠比數據和政府估算的更為嚴重 與此同時 據商業雜誌福報司的報導 在去年疫情之中 香港50大富豪之中 就超過一半人的身家 仍然是歷史上升 例如限機的李兆基 身家增加了12% 新世界的鄭家淳 身家增加近兩成 行龍的譚陳慶芬 身家更加是保障的一倍 可見疫情是不止為社會帶來健康風險 更加劇了貧富懸殊的問題 雖然政府曾經推出不同的抗疫援助政策 去緩和疫情對勞動市場帶來的衝擊 但是仍然未應對到香港打工子女的困境 保就業計劃只是幫僱主支付薪金 但是就沒有針對開工不足和失業的人士 百分百個人特異貸款計劃 只是一個貸款計劃 如果經濟未有好轉 市民說會面臨沒有收入但負債的死胡同 近月推出的臨時失業支援計劃 雖然對失業和放無薪假的人士有直接的現金援助 但是仍然是杯水車身 攔解市民的中長期需要 而且申請的門檻過高 也都將部分開工不足的打工仔拒出門外 除了抗疫援助之外 民間一直提倡將新冠肺炎 列為職業病 但是政府至今都是致約網民 特首林鄭2017年上台的時候 承諾要取消強積金對沖 到現在都未完成這個審議草案 難以在現界政府完成承諾 旺論訂立標準公示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以及立法保障集體談判權等等 為及勞工的政策 政治權利和勞工權益 從來都是物不可分 打工仔裏沒有合理的待遇 作息的空間 就無法以公民身份參與政治 政治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障 打工仔裏就無法去表達意見 爭取應有的勞工權益 近年政權以完善選舉制度為由 大幅修改選舉制度 不單止令立法會地區直選的議席 比例倒退 新增的五大界別選委提名 更加實質廢除了 港人應有的公民提名權利 而一日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 更加未有任何進展 香港達至雙普選的日子 變得遙遙無期 對打工仔裏絕對是有害無利 勞動創造一切 勞動者是創造社會繁榮的主人翁 那裡容得機失重 我們要求政權停止一切 縱容剝削打工仔裏權益的可證 並且要求 設立失業援助金 今晚等於正常工資的80% 上限萬六元 將新冠肺炎列為職業病 修訂庫容條例 確立染疫隔離 定為有新病假 定立標準工時四十個小時 加班有倍半或者假日有雙倍補水 立即取消強積金對沖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立法保障集體談判權 平衡目前長腳懸殊的勞資關係 最低工資提升度不低於自薪50元 並且實施一連一檢 完善選舉制度 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雙普選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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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